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昨天話說網上有一宗賣狗肉事件 據報案中有案 不止賣狗肉那麼簡單 整個過程如何 涉及銀行戶口詐騙的情況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事態發展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駿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騙徒在Facebook說賣狗肉 警方指是有市食客下載假的Apps訂貨 涉及騙銀行資料炸財 報導的流氓提到 近日有Facebook專頁發出鐵文寫明說賣狗肉 即使隨後修改成為香肉 但都引來各界關注 警方接獲魚龍自然護理處轉介 經初步調查 懷疑有騙徒 開設社交專頁 藉著出售香肉之名 要求顧客轉帳給訂金 或傳送連結 有市顧客下載懷疑虛假手機應用程式訂貨 那個程式會要求取得顧客的手機操作權限 再有騙顧客輸入銀行戶口登入資料 或其他個人資料 其後騙徒會轉走戶口中的存款 並失去聯絡 深水埗警區及網絡安全科技罪案調查科 會繼續跟進有關懷疑虛假手機應用程式和社交專頁 以防市民受騙 據了解 騙徒在案中使用即時通訊軟件Whatsapp 至於虛假手機應用程式的名字 就叫做送達百貨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想不到案中有案 首先網上廣傳說有內地狗肉可以來到香港出售 賣給一些訂貨的人 結果揭發 然後那個社交網站的站長非常囂張 就說成為了新聞過後 更加多人來光顧 歡迎大家繼續說 來大譜 結果到午夜的時間再揭發 估計案中有案 就是近日那種叫你下載假的apps 再訂貨 然後拿你的銀行戶口 密碼等等 然後偷你的銀行存款 不過事件也相當矛盾 因為嘉欣那些食客就是想吃狗肉 於是下訂貨 誰知對方原來騙你的是沒有狗肉吃之餘 下訂貨 訂狗肉的人本身也很有問題 結果現在就案中有案 未知有多少人受騙 另外亦不知道牽涉多少的騙款 不過已經有網友認為 若然有人訂狗肉 然後被騙錢的話 也該被騙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過言聊聊天 另外亦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瑞典籍的女遊客喝醉酒 遭到執事 第二被帶到灣仔賓館裡強姦 警方第二天抓了一名香港男子 報導的內文提到 一名持護照來港旅遊的瑞典籍女子 聚酒期間 被一個男人帶到灣仔 一間賓館裡強姦 警方接獲報案過後 拘捕涉案男子 消息說 女事主是31歲 瑞典籍的 任職IT行業 持護照在11月16日來到香港 聲稱和被捕男子並不認識 事發之前 女事主和前男朋友 在中區和灣仔 共進晚餐並喝酒 到上星期五 11月17日早上6時半左右 在灣仔獨自等的士的時間 一名本地男子靠近 並在他的身邊說了幾句說話 當時女事主應該喝醉了 然後對方到灣仔諾克道的一間賓館 當兩人進入房間後 男子將女事主在床上強姦 到早上8點過後 女事主離開賓館過後 立即致電前男朋友求助 並在當日到中區警署報警 警方調查過後 在柴灣捕捉了一個28歲的男子 以上連接星道日報的報導 都頗離譜 話說這位31歲的瑞典女遊客 在16日來到香港 在17日就遇到這件事 在香港的賓館 報稱被強姦 整個案情如何 還要有待跟進和了解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麒麟村車場 五天之內 兩道都火燭 不見了超過一千萬元 東主就笑對火災 就說香港人跌低再起床 報導的內文提到 古董麒麟村一個車場 在短短五天之內兩道失火 東主賴山就說 昨日適逢 禮拜日放假 到澳門看賽車 不過就不幸 接到電話通知說有火警 他匆匆說回香港了解 到達車場的時間已經入黑 火警也都已經舊息 只見經營十幾年的車場 嚴重焚毀 大感無奈 但他仍然面帶笑容 記者問到 為何仍然能夠樂觀面對的時間 他就說香港人來的 跌低了就再起得翻身 繼續努力 今次的火警 波及九輛車 最貴是客人的新車 本田的NSX特別版 市價也200萬元 東主指部份車主已經知道火災 不過他暫時未有時間向各人交代詳情 不敢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日這個車場已經五天之內兩次火警 今次再有名車被銷毀 當中最貴的車是200萬元 不過當記者訪問到東主的時間 東主還會笑 笑著搭記者說香港人來的 跌低了再起得翻身 但願如此 當然起火原因 有沒有可疑 還要有待了解 但東主相當樂觀 反正已經出事了 唯有樂觀面對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內地色友黨 直辭按摩上樓偷財物 當中五名男女被捕 揭發另外再涉三宗案件 報導機內文提到 警方經深入調查過後 鎖定一個懷疑盜涉集團 人員在上星期五 11月17日上午 在油麻地區 在裏面埋伏 並展開反罪惡行動 行動當中 警方以涉嫌 串謀盜涉 及違反逗留條件 捕捉了一個41歲姓布 內地女子 還有一名55歲姓夏的內地男子 並起回深入 話說警方同日也派完 喬莊顧客到碧街一樓 一個單位調查 人員再以涉嫌村謀盜涉及違反逗留條件 拘捕一名47歲姓布的內地女子 一名51歲姓程的內地男子 還有一名53歲姓長的內地男子 以上連至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內地式友黨 拘捕了五名男女 全部都是內地人 另外當中有不少被捕人士 都違反逗留條件 估計特地來到香港 又是賺食 騙一些人 上到一些僻靜的地方 可能直持按摩 其實是偷東西 又或者搶東西都說不定 結果五名的內地男女被捕 不過估計不知道是不是冰山一角 另外也說說這單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沙基灣有個臭底的男子 不滿三歲的兒子不穿褲 出手打他的臀部 妻子阻止被打念過後 大意滅親報警 報導的內文提到 沙基灣發生若兒案 在昨天下午 警方接獲一名41歲姓樓的女子報警 說他三歲大的兒子 在沙基灣東大街17號的一個單位裡 疑似因為管教問題 曾經被他38歲姓黎的丈夫 用手打傷臉和臀部 消息說被捕姓黎的男子任職集工 按發的時間 姓樓的婦人身在廁所 聽到丈夫在客廳大聲哭叫 要求兒子穿回褲子 期間聽到拍打聲 姓樓的婦人出廳看看 發現丈夫仍然要求兒子穿回褲子 並擊打他的臀部兩下 姓樓的婦人上前阻止 希望帶走兒子 混亂期間 也被丈夫打中了面部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這位醜底男子先打兒子 然後再打太太 最後男童和姓樓的婦人都清醒送去東區醫院 不過看來事件很順盡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好嗎 好嗎 好嗎